因为业界惯例都有配水给旅客嘛 那我能参加过这么多年的旅行团 从来没有说 没有当天配跨泉水给旅客的 旅游菲律宾落地第一天就超杀验 因为跟过不少旅行团 却从来没遇过不给矿泉水 而公司的处理及应对 让投诉人很无言 刚刚讲说公司那边是没有配合给水的 那他就马上向他的自己的业务反应 那那个业务是跟他讲说 就叫他请他不要告诉其他团员 然后他会自己私底下帮他吸收水费这样子 不过令人傻眼的事件不止一桩 当地地培说看金沙的人多 要早点去避免排队 凌晨一点半就把人叫起床 但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等啊等 盼啊盼 其他旅行团的游客都已经看完金沙吃饱饭 他们却只能在岸上苦等 等了七小时才终于下水看金沙 事后询问导游苦等原因 导游回答却欺诈众人 回来问导游 他就说生前的人可以比较跨 依照我们在网路上查的资料 你生前没有执照的人 好像可以是请当地的教练 一对一的带你下海 就也是可以 为什么没有给我们这个选项 或者是问团员有没有人有执照 菲律宾苏武岛及薄荷道是殖民观光圣地 但这趟却玩得很不愉快 有民众控诉参加品官旅游的苏武岛薄荷道 五日游 团费一人要价5万多 结果一团13人不仅凌晨起床花超过10小时才看到金沙 被延误了后续购物中心行程 还被要求不去就不能投诉 除了在当地没水喝连回程说好的飞机餐也直接消失 团员们只能饿着肚子转机 回台后旅行社禁止愿意提供500元当补偿 向业者反映对方却还以没有成本拒绝退费 气得他们投诉媒体 但品官旅游也有话要说 原本是开心出国度假却变成旅游纠纷 业者与客人各说各话没有交集 明时新闻黄兆康新竹报道